野猪的心有多大 喝了一条鳄鱼间接逼近 野猪还一副是不关起高高挂起的样子 不是吧大哥 鳄鱼都到眼皮子底下了 还在悠哉悠哉地喝水 这真是没水了 完全没把合乎霸主放在眼里好吧 甚至还去招惹鳄鱼 这下好了 屁股担子是保不住了 真是太惨了 喝完水去放放风 小野猪们可玩嗨了 而后狮子巧然逼近 近在咫尺 车祸居然还在不紧不慢地吃着草 狮子开始追了 野猪一家才慌忙逃到洞里 狮子怒吼 野猪就往外面攻吐 可把狮子气坏了 姐妹们给我吧 几只狮子不由夫人说的就开凿 真卖力啊 没想到野猪居然从另一个洞里逃走了 还挺聪明啊 像百兽之王都玩弄一番 还会怕你这野狗 野猪发了一会儿呆 直接一屁股坐下 一只野狗来吓唬他 他居然转个身在坐下 直到野狗群都出洞才肯逃跑 这也太勇了吧 终于知道为什么野猪是保护动物了 这家伙是自己把子鸡命完没的 松胸一口就能咬住他的屁股蛋子 他还在埋头吃草 这心意太大了 而且反应也太迟钝了吧